Cut here Cut here Cut here Buy bike Buy bike Buy bike 坐火车 Buy train 我退休前大家的目标不是考学校 不是 中砖 师范 为什么 能转飞 你考上学校的不就农业人口就转掉了吗 Cut here 现在不 现在的目标是重点高中 而 这一门口是个懒怒虎 所以 不上你也得上 你除非不想 不想考大学 为什么我昨天跟你说现在有些大学生在 创业在搞创收 他就会搞两个票子 家门口人都知道啊 我来给你们上课 500块 得到可靠消息 在家收了几十年学生 先生最近遇上了一群跟自己抢活的大学生 他们打着本科学历背景 已经说服好几个孩子交了钱 为此 先生做了深度总结 说是留守儿童 现在孩子爸妈的口袋里已经不比当年 说的在直败些 他们也学会了认牌子 奈何老先生连本科学历长什么样都不曾见过 而他能拿得出手的 只有他的学生们 我的学生得拿 多的一大堆 小展是我学生 小展也是我学生 我们不说他 他现在是副教授 长江大桥下面有个卫戍司令部 知道吧 那个卫戍部队的教导员 是我的学生 古龙区的科技局的教师 办公室主任 不是我学生吧 看到学生成长啊 这是教师的最大的安慰 其他都是假的 物质 什么有衣裳穿 有钱花 那个是物质 精神上是主要的 看到这几年 我最近这个学生真好啊 来一个汉堡包怎么样 就是说 93岁了 先生私底下开班育人 不为钱财 所以村里人都念他好 但先生也知道自己有不足的地方 比方他真的不会一边哄孩子开心 一边灌输学问 脸难做好准备啊 上去 做两个句下来 快上 听着了吗 听着了吗 听着了呀 嘿 怎么搞 哎呀 我就怕不说话 是吧 你姊妹两个 怪不得学不好 我教授今年41年 我就两个怕 一个怕人家抄 第二个怕不讲话 一辈子没有儿女 先生打心头喜欢这群孩子们 所以他会在上课的时候尽可能控制情绪 也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 拿着小木棍敲头打手线 现在的孩子们先进了 先生说管得太严会起负面作用 体罚已经解决不了问题 长短的短 加S 对 特别人抄 aid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恋爱 这么小 我 现在小学五六年级就有了 当然我叫他恋爱 很熟悉 与正式的恋爱 但是他那个表现就是恋爱 要来不快 一块来 要走一块走 而且两个人不住在一块 离了牢 一个在那边 一个在这边 放学 他做完了 他等 然后两人走了 那我看得出来 他是拍他的肩膀啊 倒他一家伙 那种朦胧的恋爱状态 我叫他朦胧的恋爱 过早地动了感情生活 这个我又没办法 网上这玩意太多了 他如果看那个玩意的话多得很啊 那些负面的东西太多了 一堂课上了快两个半小时 孩子们累了 先生也累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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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的时候 镇上校长来探望了先生 可能是出于一手教出来的孩子 先生会指点校长对学校老师们照顾一下 他说老师这个职业其实很不容易 每天对着一群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的孩子们传达信息 精神层面会很疲惫 叶老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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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概在一年多以前 一个出版社主编为先生算过一笔账 一辈子与人几千 按照三百块一个月的行情计算 这些年先生少收了至少一百万的不可费 换种方式比较大 先生没有用这一辈子光阴换来大额财富 他换了一个自己非常稀罕的称号 叫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是谁都愿意当百万富翁 但是百万富翁又能说明什么呢 我要钱没用 你没有收入的话怎么维持这个呢 我总没有收入 我有收入 我有退休金的我总没收入这个呢 三千多块钱 不错了 我没有时候 既不打麻将 也没有什么开支 所以我的钱够 足够足够了 没人 我没人 没有人 可以 我脑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